妹妹 这么好的音乐我都让给了你 你要好好感谢我 夏姐姐 你不是最爱冷家轩的吗 为什么要我嫁 你要嫁的是冷二少 冷知行 记住 明天开始不用去学校了 不要枉费我们养你这个孤儿这么多年 忘了告诉你 冷家二少是个瘸子 不能人道 好像脾气也不太好 之后就要麻烦妹妹 好好照顾她了 爸 你真的要我嫁给冷家二少吗 妙妙啊 现在夏氏遇到了困难 只有你嫁出去 夏氏才有救啊 哎呀 不哭了不哭了 咱不嫁了 夏氏啊 就让她倒闭好了 现在就和冷家讲清楚 我们不嫁了 走 妙妙啊 千万不能让那冷二少 看出你是替家过去的 否则我们夏氏 走啊 你给我快点 哟 绝子没来接亲啊 看来冷家也是叼不起这个人呢 以后你记得先淼淼吧 这里就是你的新家 爸爸 这就当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 二少就在过室 谁呢 他就是 冷智行 冷家学女 你要让你一无所有 包括你现在的 夏氏遇 谁让你进来的 滚出去 过来 难道你想让整个夏氏为你陪葬吗 最后男人不是你信什么样来的吗 为了爸爸 我一定要认 要好好照顾他 这么几乎他呀 你难道不知道价格 要做好手一辈子活寡的准备吗 不是 我只是想 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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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带你姐 小家旋不是很爱 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去 同情天起 你就废那 我不能让他知道我是提家的 为什么那个残妃可以抢走我的女人 爷爷你太不公平了 静夕 我好后悔啊 后悔当年没有把他给撞死 我让你们都付出代价 夏萱 为了瞒住你爷爷 再等等 过段时间我就去找你 二哥 你都这样了 还没有爷爷跟我抢女人了 我们之间要算的账 真是越来越多了 怎么 是不是后悔 六年前没能把我抢女人 没有证据的话谁都可以说 你有不要太得意了 你娶的锦夕又如何 这个女人从18岁跟着你 她的一切都是我的 看着我的女人 自己却又无能为力 心仰吧 说到这儿 真的特别感谢赛迪 把他调教得这么好 你看他现在不光把我身体照顾得这么好 嗨 二少你回来了 装什么装 没想到我娶了一个情感经历这么丰富的女人 18岁 二少没有 别叫我 回去 本来就是个坏人 我为什么要哭呢 我现在能去哪 别躺站住 人呐我敢追 谢谢 不好意思 如果有受伤的话 可以去公司找我索佩 他就是传说出声剧简出的那思念 为什么我觉得他有点神似的知性 只是 他的腿 陈叔 杰夫人回家 老大 你可算回来了 怎么不等我一起去调查朗家训啊 给 地豪集团的财务报表 Z6您替我掌管地豪集团 辛苦你了 哦对了 老大 小嫂子现在跟冷夏圈在酒吧玩呢 你说什么 真的 不信你看 我都录下来了 你说那个残废要是知道 自己取了个 脑牌货 会不会被气死 我是你的女人 怎么会甘心嫁给那个残废呢 还是我的锦西聪明 帮我当门独立了 冷知行 你也有精铁 市场 跟我结婚的女人是谁 你在笑 你竟然笑了 快去吧 哦 好的 夫人 请 谢谢陈叔 喂老大 查到了 嫁过来的是夏家阳女夏淼淼 资料我给你发过去 你看一下 好 我知道了 江城中医学院仰儿 夏淼淼 今晚你都睡那 时间不早了 早点睡吧 怎么突然这么好心 慢点 快转 雷 你 誰讓你躺在這睡的 真是好心味好抱 昨天晚上我睡了一整夜嗎 抱歉 我只是還沒習慣身邊有個人一起睡 把手給我 你就是失眠比較嚴重 以後會幫你都調理調理 昨天應該是要包發回了工鄉 以後多備幾檔 今天爺爺生日我們去一趟老寨 我一定要去嗎 你就是景熙啊 老孩今天都三十了 總算成家了 過來過來 讓爺爺看看你 景熙啊 景熙啊 你跟我來 這是我們冷家的百分之五的骨玄乳 我們冷家媳婦都有的 你簽了吧 爺爺對不起我騙了你 我不是夏簡熙 我是夏家的養女 我就夏淼淼 紅豆我看你就不像 婚姻大師怎麼能這樣兒戲啊 爺爺 你不要生氣 爺爺 祝您生日快樂 誰看他這事啊 騙婚都騙到我們逃上來了 都怪他 這個維爾郎 好心收養他 他竟然為了嫁給冷家 迷暈了我們 還站了景熙的位置 我沒有 爸 智熙你要相信我 女婿啊 我們不是故意替嫁的 都怪這個死丫頭 把我們害慘了 誰是你們女婿 你以為誰都和你們一樣 不犯好歹的罵 爺爺 看這個視頻 還是我的謹息聪明 幫我當夢無理了 我是你的女人 怎麼會甘心嫁給那個殘廢呢 畜生 你怎麼幹出這樣的事情出來了 爺爺 夏淼淼已經嫁過去了 山淼已經處長熟患了 再說這二十八天來 你一直偏向你之心 你還以為怎樣 老师傻 老师傻 快點走火車 爺爺請光看著不妙 我先觸你一下 你要幹什麼 等等 楞智希 你就這樣把爺爺交給一個小丫頭 這可不關我們夏家的事啊 如果你把龍老爺子依死了 可千萬別說自己是夏家人 我知道你學習成績好 但是你年齡還小 千萬別逞狼 別再整出什麼事來 都給我命 除了什麼事我負責 淼淼 我相信你 剛剛是誰做的急救措施 小姑娘 你處理得非常好 老爺子沒有生命危險 你判斷精準 以後前途無量了 蝦毛碰上死耗子罷了 誰是蝦毛 誰是死耗子 出去 爺爺你不要激動 我出去就是了 爺爺 你保庇他 你保庇他你也出去 好了 這事不談了 只行啊 你們大哥走得早 楞智希的未來就靠你和劳三了 只要你們倆 誰能與地豪大臣合作 誰就出任楞智總裁 這也希望你啊 不會讓我失望呢 我知道了 他們那個總裁莫死年 那個人神神秘秘的 好像毁國榮 毁榮好整天戴著面具 我也沒見過這個人 下面有個CEO落天 你可以聯繫聯繫 爺爺你就放心養病吧 第號集團的事情就交給我了 淼淼 我送你回去校完成學業吧 謝謝你 只行 淼淼 學校有事給我打電話 知道了 只行 那我先進去了 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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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里了 雨昂師兄 我們倆是不可能的 淼淼 我會等你 等你願意 可是我已經結婚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家的省家二少 你嫁給我表哥了 冷知行是你表哥 我帶你走 我不能讓你浪費自己的大好青春 我們遠走光飛 我別鬧了 我喜歡的是他不是你 夏淼淼 您要點臉 我願意回來就纏著我的雨昂師兄 你走開 我 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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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交給我 我來幫你 不用 我自己來就行 走 你幹什麼 就算你是我表哥 我也不能看著淼淼 給你守一輩子火拐 想加入冷室醫療項目組 用不了這麼麻煩 不用你管 我會憑著自己的本事 開入項目組 宇航師兄 剩下的我自己會完成 不就是外文啊 我在國外這麼多年 能比他離個航差 那你去睡覺吧 那你去睡覺吧 什麼鬼 老大 這是冷家宣關於地豪合作開發的項目書 你看看 除了我沒來得及改個數值 和我做的一名 把箱子讓給冷家宣 啊 為什麼 我們將計計計 恭喜 冷市集團 冷家宣獲得此次第快的聯合開發權 淼淼 淼淼 晚上收拾一下 明天陪我出差 嗯 好 混賞通信 你以為我不知道 你竊取了執行的方案 才贏得了這次與地豪的合作 所以公平起見 你這次敵視作非 為什麼 為什麼 明明是我先拿下地豪計算的效果 為什麼你還要陪家冷智行 喂 你遇到冷智行會去風車 啊 我完整他們 我們先上車 先給我來得及時 不然 你就準備這樣顧著小祖子 陈玉 智行 沒事吧 智行 你怎麼樣了 智行 快去醫院 醫生他怎麼樣了 他沒事 應該是床上後應急障礙症倒下的昏迷 讓他好好休息一下就好 媽 媽 智行 你醒了 我在呢 我 我 你 你不是喜歡煙火器的感覺嗎 這是我送你的菜園子 可以種菜 人家爸走 我乘帮鱼塘送好车 你会送菜人的 那你喜欢吗 爷爷 你干嘛 混蛋东西 气死我了 你二哥是你派人血气的吧 我真的没错 你竟然这么狠毒 你这个混账 爷爷 我都说了 二哥被谋杀那事 真的是我做的 我只是因为锦西 跟他动过手 爷爷 我可是一直老记您说的 兄弟和睦的 当我是老眼花花呀 我看他清清楚楚 我说一号 这七夜 都不要你管 滚呐 滚了 给我滚 给我滚 一号 七夜都不要你管 闹死了 走开这回头 哎呦 爷爷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没有你 我们冷是该怎么办的 闭嘴 不要说八道 二哥 医生 我爷爷怎么样 老爷子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但具体什么时候醒来 那就要看他的造火了 这是老爷子亲属的遗嘱 一旦他老人家发生什么不测 这份遗嘱 立即生气了 为了爷爷要的兄弟和睦 我忍你忍到今天 既然天堂有路 你不走 就别管不客气 喂 你说什么 那会有问题 那块地要牵一两个寸的祖坟 我管他谁的祖坟 要是不宜走 你又直接挖 志行 志行 你终于回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 上次那块地 是不是高家村那块地啊 我妈妈的目睹就在了 那个冷家雪 居然丧心瓶框 都要挖人祖坟 你怎么知道的 我爸爸刚打电话过来 让我一起想办法 梅梅你不要着急 我带你去实地看看 好 我也想去记备一下我妈妈 你妈妈一定很漂亮吧 我妈妈很美 但是她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给你看她的照片 这也是她唯一一次 在看我是拍的照片 直到六年前 她在一起车户中去世 小叔 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放一个 有精神病的人出来开车 或是他人 志行 你怎么能志行 下车 停车 下车 让你去把妹妹送回学校 好的 洛田 高家全那个项目 准备毁约 老大 为啥呀 现在毁约是要赔付 双倍为人金的 而且你当时不是说 这个项目就是为了 给冷家圈下套吗 第一块有同样的东西 而且我不能再让她 懂苗苗往前的目的 真要这么多 好 пока 拜拜 对不起 是你的母亲撞死路的暴露 我们之前已经不可能了 可是我还一听你的声明 我就会忍不住想和你们在一起 淼淼 淼淼 听说冷知行要和你离婚 我去帮你教训下去那个混蛋 算了 不要以为我伤了你们兄弟之间的和气 我这表哥 自从父母刷网又瘸腿后 脾气又变得非常古怪 每天摆成一张脸 可是老爷子就是喜欢的 爷爷那是心疼的 要不是那精神病院把病人放出来 发病撞死二症和二症 表哥他也不至于这样 你说冷知行的爸妈 是被一个精神病人撞死的 对啊 江城亲身病院的一个风雨 你说冷知行的爸妈 是被一个精神病人撞死的 对啊 江城亲身病院的一个风雨 下车 下车 我要去找我吧问清楚 宇航师兄 我有事先走了 明明 那块地你大拽了一笔 你打算独吞了 如果没有我没有淼淼 那冷知行能失手 那么我四年能心甘亲爱的违约 放开我 拿着这个优盘 你知道怎么走了吧 你在干什么 我借用一下你电脑 找些微信 你说来你女儿可真值钱啊 不过 你也不缺那点钱吧 这么多年来 你在下市慈善基金会 捞的那些钱 可一分都没分给我呀 你不要胡说八道啊 六年前高小兰的车祸案 你也脱不了干系吧 还有你在慈善基金会的那些事 在我这儿可都是清清楚楚的 要不要 你到底想干什么 用你那些钱 帮我拿下冷知集团董事长的位置 到时候 你就是我岳父 俗话说得好 肥水 不得外人挺吗 不 这不是真的 爸爸 原来是你个人家学 蛇气害死了我妈 从头到尾 你都是在利用我 这行 原来你是因为我妈妈 撞死了你父母 你才跟我分手 是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我们不可能了 但是我一定会为你查清楚 六年前的真相 让他们 莫主任有的代价 莫思念 我们再见一面吧 莫总 我想请你帮个忙 你知道的 我从来都没有办法决定 我想要下市集团总经理的位置 我可以帮你拿下整个下市集团 怎么样 好 成交 合作愉快 苗苗回来了 来来来 坐 真好 马上开饭了 人家现在可是莫思念面前的红人呢 哪里看得上我们下家的饭菜 苗苗 我是阿姨说的 虽然你的丈夫不能行夫妻之事 但好歹冷家也是明白 你现在明目张胆的和莫思念 久缠在一起 就算不顾计下家 也要顾计下冷家的面子 她都快被冷知嫌给修了 你们不知道啊 是不是真的 苗苗 你们希望是真的 还是假的 哎呀 爸爸当然希望你和志兴 能白头学老 福气和莫 妹妹真是可怜啊 嫁了个学子 又贪上个毁容的莫思宁 这些我都挺难过 有钱又怎么样呢 呃 菜呀 你妈也准备好了 啊 我们去吃饭啊 哎呀 其实苗苗啊 和那个莫思念搞好合作关系 利用不下家 那也是有利的 好 走 吃饭 哎呀 这次还是不错呀 要不要吃 多吃点 你也吃 对了吧 当年我妈 为什么故事 呃 我不知道啊 她 她当年从那个 丰容院出去之后啊 开车 她撞了一个人 那你把我借信下驾驶 你有去看过过她吗 我没有 但是我每年都安排人 去那个丰容院 给她酒费的 还安排专人 去照顾她 你后来都没有去见过她吗 没有 苗苗 你 今天是怎么办 没什么 就是前段时间 回高家村看望过她 无意间想起来的 我马上就要毕业了 我想回下市工作 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回下市工作 你觉得怎么样 不行 你刚毕业 回下市能做什么呀 这可不是开玩笑 苗苗完全可以 从最底层开始做起 看我到时候不整死你 我记得我当时 嫁入冷家时 冷家为了挽救 下市的经济危机 收购了下市 15%的股份 现在我想要 下市的总经理位置 你们觉得怎么样 不可能 她一个姚女 拼什么管理下市啊 妈 总经理的位置 只能是我的 郑南 锦西将来才是冷市 真正的董事长夫人 闭嘴 夏苗苗 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 你能有什么本事 有没有本事 不是你说了算 好了 别吵了 最近那个 国际高舍品牌 H1 我们下市 一定要把这个品牌 联名给拿下 爸爸这手心啊 手背 都是肉 咱们呢 用实力说话 怎么样 好 无自量力 H1可是冷市的盟友 你都快被冷知型 给修了 什么 H1的亚太早爱 算是个英语出 收线的抽签了 我不稀罕 你这亚太怎么代理 你听说了吗 冷市医療基金会的冷知型会来校友会 你进入项目组的同学班奖吗 只行 我知道我没有脸要这份分手分人 但是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请你再帮我一次 宇航哥哥 宇航哥哥 我给你发了那么多信心 你怎么都不回啊 你是不是还喜欢夏淼淼啊 这不关你的事 陆思雨 我希望你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 我 夏淼淼 这么久不回学校 一回来就建了冷吃医疗的研发项目组 群带关系果然用得好 宇航师兄 我先去个卫生间 来 淼淼进项目组 不需要群带关系 请你不要造谣 宇航 夏淼淼 都怪你 夏淼淼 我警告你 林宇航师兄远一点 自己都和野男人结婚了 还能够带野豪师兄 你凭什么 你 你凭什么我不知道 但有一点我非常清楚 不管我有没有结婚 林宇航他都不会爱你 还有 我也警告你 不要盗上野男人野男人的乱咬人 否则你会死亡 你站住 夏淼淼 你 你自己不知廉耻的和野男人在一起的 还想高攀 林宇航 那可是冷湿的表少女 宇航妈妈要是知道你和男人结婚了 还和他儿子不亲户处 你觉得他会碰过你 我怎么想 想 老大 今天夏小姐和林宇航 去参加学校校友会了 只是这选择的地点是在杜家的杜家村 那个杜思宇呢 就是杜家的千金大小姐 思宇啊 难怪你说林师哥才能跟你们当户队呢 是啊 他像买买不着用了什么手段 一直霸占着林师哥 想想就气 以后呀 咱们就吵姐妹和闺蜜了 来 淼淼 老师说一会儿让你作为代表 跟冷湿医疗的负责人 不能为项目组节目 你跟我来准备一下 好 让你 让我去酒店中方专用的 你在这里面好好凉快 陆思雨 我开门陆思雨 快走 陆思雨你开门 淼淼呢 他不是去后台找你的吗 这倒是杜家的产业了 我 回陆天 去查监控 老大 人在冰室 记得戴上面具 一处痊愈的真相还不能暴露 不好意思这位先生 已经没有房间了 快点 大小姐说 不能让这个女孩进酒店 我奶奶我请你了 快点让她封卡 你再迟一半 别说大小姐了 你整个度假都完蛋 老大 别乱放他们进去 陆天 谁在资美你了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放心吧 谁让你们放他进去的 我给你做你听不见吗 大小姐 刚才见识的可是地豪集团的莫组 不是我们能特别得起的 我把他谁应该好地豪的 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 大小姐 你给我让开 你站住 让开 爸 爸 混账东西 这书白念了 陆总 实在不好意思 是我家屠房 会是我一定好好管账他 您大人大量 啊 是布总啊 咱地豪集团 不是谁都可以 起路得起的 你 你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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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爸 董事长 董事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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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梅梅 这行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我都知道了 不是我妈妈撞死了你腹路 这次你又救了我 你离开我是对的 不 我离不开你了 我走不到 那这行 我们之前已经不可能了 我 我走不到 那你只听说你和林远航同情同处 我快嫉妒的发疯了 你说什么 林远航 我不管你是谁的女儿 我去单院已经过去了 你已经是我曾志杰的女人 我 我知道你来找我 是来拿H1合同的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知道了 家萱和夏锦西 也在找H1的负责人 智行 你的腿明明为事 为什么装全 对不起 我这都是为了麻痹的家训 我都知道了 所以我想要进夏氏 到盛总经理 查清楚真相 揭开他那伪善的面孔 只要你想做的 我都会帮你 谢谢你 智行 冷总 夏总好 我们总裁说他晚点到 请二位在这边等候一下 看来妹妹未来G品牌 真是煞费苦心呢 穿着一身高仿的H1 倒是也挺人模狗样的 高仿 姐姐怕是眼神不太好吧 我可是夏氏时尚集团的CEO 怎么会不了解H1 她的每一个款式 我都了如指掌 你这款 全球限量设计师款 据说H1首席设计师 韦德并没有安排生产 而是纯手工制作了一件 不要告诉我 韦德把衣服送给了你 没错 韦德送的就是我 废了苗苗 一件衣服算得了什么 锦西 你跟二哥生什么气啊 他就是一瘸子 只会用这种手带红红女人开心 一会儿我们拿下HE 到时候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你说的对 我们去会议室准备吧 我们走吧 大家好 我是HE品牌全球首席设计师韦德 今天欢迎大家来到HE亚太区品牌联名提案会 大家都知道 冷室集团和HE品牌关系非常密切 既然爷爷把冷室集团交给我 HE品牌也自然会卖爷爷这个面子 你要何必自讨媒去 不过今天也特别荣幸能代表HE集团 来见证亚太区总裁的上任一事 什么时候是新总裁呀 是谁呀 接下来有请亚太GHE品牌的总部 不可能 各位 这是总部的认命机 大家可以看清楚 夏氏集团的赛事 如果你不是来提案的 如果你是来谈合作的 请你坐下 这里是HE 不是夏氏 冷不住心 咱们走就 把他东西给我扔出去 走吧 你们在干什么 谁让你们动我东西的 还有你 给我滚出去 把他给我拉出去 姐姐 越赌服输你不懂吗 不服 去找爸爸 好 你这 爸 夏淼淼她凭什么找我的位置 北东书一句 你给我滚出下誓 好了 毕竟叫他一声姐姐 也不能做得太绝 淼淼啊 你可真是爸爸的好女儿啊 HE啊 真的被你拿下了 那你为了夏氏 可是立了大功啊 其实啊 爸爸一直在盼望着你 走着进入夏氏 是吗 那为什么从没听你说过 爸爸是尊重你的选择 你不是一直在研究中医吗 要不是知道你的虚拟和行星状态 我差点就信你 哦 对了 淼淼 过两天啊 爸爸打算举办夏氏的慈善晚夜 到时候啊 带着知行一块过来 还有莫总裁那边啊 求求你 亲自出面 代表我们夏氏去邀请一下 好 嗯 我不管 你要拿回HE 那个是我最喜欢的品牌 你不是冷室的总裁吗 别闹了 老头子还没死呢 拿回董事长位置 才算真正大的事情 想要拿到HE 需要很大一笔钱 这事还得靠我们一起联手 你爸爸有一笔很特殊的资金 你想办法查一查 我们只要拿到一点点 明天咱们就可以拿下HE 特殊的资金啊 我好像知道 我的警戏你真棒 不许行 原本是高了 最立有一筆款 每年都外汇到这条 刘晓珊的私人账户 而且金屋都不小 时间已经成为你已经开始的 陆天 查一下这个账户 查了这么久 总算有些眉毛了 不然 老大刘晓珊找到了 我今天要去出山 你一个人可以吗 那你要早一定回来 什么 查清楚 是谁查了刘晓珊 与药的时候 灭口 灭口 你要的时候 灭口 你要的时候 灭口 灭口 嗯 你的大路去追 啊 还是让他给跑了 大总 不好了 公司旗下的多佳美容会所 发生了严重的过敏问题 有的甚至到了毁容的地步 您看一下 现在有好多客户 举报我们使用劣质产品 去查清楚问题出在哪 无计一切代价 严厌府的安抚 该配偿的配偿 去吧 好在 我马上去 等等 我和你继续 夏淼淼 你也有今天 通知各大媒体 我希望明天看到的方向标示 夏淼淼因业务不经 管理师之致人毁容 要求罢免她的总经理职务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机 稍后再攻 将开始下室集团新任主台 下达网 业务不经 早知管理严重事成 使用电子产品造成严重后果 下室集团会如何处理此事件 让我们事不以待 老安 洛杰 现在立刻回家 老大 我刚说一下 你啥事故能明天而入呢 情况就急 马上过来 咋老大 是不是小小姐出事了 我们现在立刻不下来 老大 你看我没天气 都快开风了 咋回家 航班也能开车回去了 不是 我开车回去 哎哎哎 你走了 你不能开车 我来 把程度表抽出来给我 终于找到原因了 你等紧一点先把他放下 先把他放下 你等紧一点先把他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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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进来的 快点 这个先生 你知道的吗 我 是 我女儿花这么多钱在你们这做美容 我在美丽堂电尾 还有联制产品让他混肉 他二十岁 那他以后怎么嫁人 这是继续 我让你们现在一起唱 跑跑一个女孩 因为他变成 要我说 他这种人 该死 这位先生 你冷清一下 我已经查清楚了事情的真线 问题处在 我们的产品被人一次冲号掉包 而掉包的 就是冷氏集团 这个小姐 就是冷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她利用了你 真的 你想想 她是不是挑唆你来我们这边闹事 是我们这边的产品有问题 小姐 是 不是我不是我 你不要相信她 她是不是还告诉你 她就是冷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冷氏医疗办法治好的女儿 我是冷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冷氏拥有世界上最顶级的医疗设备 不怕治不好你女儿 你真的是冷氏集团的总裁夫人啊 当然 你放心的去 到时我会把安保人员调走 我不是总裁夫人 她是 她是冷氏集团每天都来接他 我不会 你才能不能够出来 不不吃死 我叫冷氏集团 我可以回 啊 智行 你受伤了 我们是 我们跟你提包杂智行 流了好多血 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不知道会担心吗 我没事 不要担心我 幸好我及时赶回来 明明 你怎么知道原料有问题 我是冷氏集团研发组的成员啊 冷氏医疗的美容产品 主打的健康纯天然 是我们一向倡导的 但是这个产品的防腐机严重超标 甚至可以说是有毒 没想到冷家宣伟的利益 不则手段到如此地步 绝不能让冷家宣 再心不意之事 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您怎么样了 罗天 我带你去医院 你怎么来了 啊 莫总怕你有危险 让我过来看看 那我们就走吧 啊 好 谢谢医生 美妙 你等我一下 好 爷爷 我来看你了 这次董事会该选 我一定会守护好老师的 高晓兰 您守护好老师 хот 那我们到几十就 老师 摒isso 淼淼 她是当时你妈妈精神病院的院长 我想很多事情做回这些大本 王院长 关于六年前高晓岚车祸一事 你还记得吗 我不太记得了 是吗 一个精神病人从你手底下跑出去 还开车撞死了人 你当真一点印象了没有 那我帮你回忆回忆 你的银行账户里 在车祸发生之后 为什么突然从国外银行 打建了一大笔资金 想起来没有王院长 我想起来了 十四年前 高晓岚刚进精神病院时 其实精神没有任何异常 放我出去 我没变 放我出去 后来被关的顾目 整个人开始精神不振 出现风险 对了 有一回 他成功跑出去 送回来时身上都是轻的 被扔在院门口 像是被人打过 我十八岁那年 母亲来看过我 应该就是那一次 他是怎么出车祸的 车祸那天他不是自己出去的 而是有个男人来把他接走的 自从那天之后所有照顾过他的 父亲和医生 也包括我都得到了一大笔钱 让我们离开江海 是谁带走他 是谁给你们钱 是谁害了我妈妈 他们一共三个月 你不要激动一秒 二哥 感谢你的建议 因为平复冷是医疗的事情 为了报答你 从明天开始 你可以好好在家 养养你的嘴伤了 你放心 除了你那一点点股东分红以外 作为兄弟 我会给你点零花钱 我仗义吧 啊 对了 我顺便 还可以帮你养活嫂子 我奉劝你一句 做人不要太自信 梅梅 我们走 冷室的股东大会 你也配参与 等你先嫁给三弟 再来管冷室的事吧 梅梅我们走 贾萱 明天之后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结婚了 看你表现 冷室集团自从经历 上次我二哥 使用劣质原材料 一次充好之后 股票大跌 幸好有我在 此事才能摆平 好 二哥 要不是你立于军心 冷室集团的损失 也不会这么惨重 要不是我 及时疏通媒体 亲自上门 抚平伤者情绪 恐怕现在 你已经坐牢了吧 还是三少都是稳妥 大家不妨看下这段视频 看看究竟是谁救的 到底是谁该去坐牢 冷室一粮一直是你营下管理的 所以 药包自然也是你收据 你敢不敢去牢里 跟你的鸡腿羊当面的之下 这事已经不重要 大家不要忘了 是谁通过高江村那块地 让大家赚得冷满过满 对 在此我们感谢冷总裁 其实 我们需要的是一位 真正能够带领冷室 走向辉煌的掌握人 接下来 为冷二少三少投票 结果很明显 冷家宣十九票 冷知行三票 那恭喜冷家宣 当选冷市集团董事长 等等 爷爷是公司最大股东 他还领头 爷爷虽然不能行使他的股票 但是作为他亲自认识的 我也没能力行使 这一票我要投给 回家带给你反照 爷爷 现在我宣布 那是不再担任冷市总经 今今后 不只在茶州冷市集下 任何柴 和结盘人士 只想当作 他就知道 会坚人 爱 爷爷 我会替你守护好老师 我知道你一直想要我们兄弟和母 可是 三弟他为了得到老师 根本就是丧心病狂 投换原材料 为害他人性命 我怀疑为父母 还有您的摔倒都是他爱的 如果争取缺奏 希望您能原谅我 爷爷 您请啊 只行 爷爷暂时没事 就是 总不了 王爷没办法 到现场去指指你 我们 还不能打草惊蛇 放心大胆地去做吧 不要有所顾忌 三弟 承让 王院长 怎么样 认出来了没 那天到底是谁带走了 告诉我 有一个就是跟 二少征董事长的那个 是他给了我 走 王院长 我带你从后面里 好 明明啊 真是辛苦你了 多亏了你 每天来替我针灸理疗 不然我这把老骨头 哪能好得这么快呀 陈叔 帮警戏准备个房间 这阵子他要住在这 好的 智行 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是被人下来要 才会做错事的 我走了 智行 智行 这张照片我可以发出去吗 你喜欢就好 冷军行你混蛋 智行 你就让对淼淼的 你怎么样了 男人本性嘛 你知道的 再说你也看到了 结局可比妹妹温柔 有情绪多了 夏淼淼成天酷 再说 婚约书上 本来就是我和智行 冷军行 你可别后悔 智行 智行 你没事吧 智行 你刚刚说的 是不是真的 你真的觉得 婚约书上是我的名字 想觉得是我 嗯 那我们准备婚礼好不好 我等了那么久 我真的不想再等下去了 好 都听你的 冷市集团冷知行 与夏市集团 前提下 智行小姐 无日即将完婚 休息 妹妹 这是我的心铁 你一定要来 滚 下市有什么 有不起的 小智行 你又这么迫不及 你才躺在冷嘴 你这么紧下吗 智行 在我们结婚之前 一定要把冷家宣找出来 否则我们的婚礼 和以后的生活 一定会永无你日 那我们该怎么办 冷家宣知道我们结婚 一定会来找你的 到时候你只要拿到 他手上的钥匙和证据 就再也不用害怕摩斯年了 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 只能辛苦你 那你一定要保护好我 干什么 没有 人家只是想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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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只是想着我 死 未来 人家只是想着我 他一直想着我 你 有 你可以的 夏晶熙 竟敢耍我 志行 我回来了 这证据和钥匙 我们现在就出国把钱拿出来 我已经报警了 夏晶熙 我们的游戏该结束了 你什么意思 我是不会和你结婚的 我说过 我会和我的妻子 侄子之生与子邪了 冷知行你是不是男人 哪怕他天天和莫思年 认识偷情你要和他在一起 姐姐 忘了告诉你 冷知行也是莫思年 骗子 你们都在骗我 柔天 把莫思年的面具拿来 这不过都是一场戏 这不是真的 我不信不信 原来这一切都是个笑话 笑话 梅梅 其实这件事情 我本不想让你缠我进来 下市基金会的大笔资金 和冷家宣传一道境外的钱 不能让它流失 我必须追回来 可是我不想让你担心 委屈你了 你呀 不应该选拟 你应该去学表演 彼此 彼此 晴熙 你怎么疯了呢 我带你去看医生 都是我的错 是妈妈错了 爸爸不该让你一味的去争夺 金钱和地位 是我错了 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呢 爸爸 妈妈都是爸爸 宝贝 不要过去 不要过去吧 小总不好了 有人现在扎掉传进了地下车库 说说什么 说什么 小姐你会冷二手 赶快收散所有人员 快点去 冷家宣 你要干什么 陈叔 飞车 快 二手 你不能去 感觉是冲着我来的 我不能让所有人和我一起披萨 走 放开 放开 就等于传出了你 这行 进去 三弟 不要过来 这里有炸弹 三弟 你冷静点 你这样让爷爷 你不要跟我急他 都是因为他偏心 要不是因为他 我早就说冷静几番总是张网 都是你们逼我的 你们逼我的 四孟 我们两个的事情 我们两个解决就行 千万不要祸害无辜 你不是喜欢装拳子吗 来人 给我打 把他的腿给我打去 不要 你 织兴 不要 你 织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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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岚智希 你让我设计了俗语 公司 女人 看看我 我现在像一条丧家犬一样 既然你不想让我好过 那咱们就都别好过 要死 就一起死 不要 你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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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要 你怕 出去 他就是 志兴 以后你就是我的夫人 没事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那我們就回兵吧 夫人 不早了吃點東西吧 隨便來到 二少可能 永遠都回不來了 伟星 伟星 老去找他 淼淼 你懷之運不要亂動 你說什麼 你自己把家買 戰書 不要去醫院 这行 我会和宝宝 一直等着你回来 知悉啊 你终于回来了 爷爷 孩子 还有我都很好 夏季卿回来 躲避法律制裁装缝 也被击穿了 知悉啊 你回来的真好 知悉啊